南加州熱鬧的威尼斯海灘昨天突然發生累積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洛杉磯法醫署就表示 死者是二十多歲的男性 遭到累積之後緊急從海灘送院之後不治 根據迪池表示 法醫署的檢驗人員 尚未見到遇害者的屍體 確實的死因仍然不明 洛杉磯消防局發言人梅恩表示 發生累積之後有七個成年人 和一名十五歲的未成年人被送到當地的醫院 但不願意證實有人死亡 梅恩表示 另外一名成年人被列為情況危急 另外還有五人在海灘現場治療 無須送院 目擊者指當時天色變黑 突然雷擊擊中海灘 發出巨響 很多人紛紛倒下 事故造成一名二十歲的男子死亡 很多人受傷送院 其中一人情況危殆 死傷者當時都在水中或者在岸邊 另外有高粵夫球場也被雷擊擊中 一名男子受傷 但是情況穩定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請見我 從頭再攻擊中海灘 公司 發出巨響